你说那个赵医生 真有你说得那么好啊 你可是从昨天晚上 一直夸到今天 那是咱女儿看中的人 那还有叉 你等等啊 我给你看看啊 你有照片 你不早点拿出来 我去看看 你看 有了 我看我看看 你看看这才多大 就主任医师了 人也长得好 高高大大一表人才 还有礼貌 你见面也肯定喜欢 还真是啊 看着挺年轻 也挺斯文的 那是 人家是书香门的 父亲是高级工程师 母亲是大学教授 不 您说 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 能不好吗 人品好又聪明 还肯努力 咱们家女儿 能找到她这样的 那真是受了高兴 嗯 陆远说 嗯 你这话我不爱听 我们家肖肖条件也不差呀 怎么哪点配不上她呀 肖肖是有点小聪明 但是跟人家家赵医生一比 那还真不算什么 别的不说 咱们家女儿跟她在一起 大晚上的都在看书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 我都不敢相信 真的 嗯 不是 你怎么知道 咱们家女儿在看书啊 还有 那个赵医生 怎么会送你回来呀 不是 是 说起见小赵这事吧 不是不是 还真是有点尴尬 要我咱在这不说 咱在这 什么说 昨天连结给我打电话 说肖肖跟什么野男人私混 不不不 你不 你说 我一听这声 我能不着急吗 我能不担心咱女儿吗 是吧 我这一着急 就跟连结一块去找肖肖了 什么 你听取连结那小子的 跑肖肖那捉肩呢 不是 我这不是担心吗 有你这么担心的吗 你也不想想 咱们女儿是那样的人吗 是是是 当时我把连结痛骂了一顿 正好也让她受受教训 不过 不是 这是个好事啊 要不是 不因为这个 我也不是 也见不着咱们女婿了吗 什么好事啊 老丈人第一次见女婿 就是去捉奸 什么呀这都是 你让人家小赵医生 怎么想咱们家 你说 要是一个好好的女婿 被你给气走了怎么办 不至于吧 能看上咱们家女儿的人 不可能这下承受力 都受不了吧 你还有 好 我不是说萧萧不好 好好好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行了吧 要不我们明天请她吃顿饭 解释解释 行行行 你千万别解释 你越解释越乱 这事啊 我亲自去看看 你去 当然了 你看咱们家萧萧 被那个小赵医生 迷得神魂颠倒的 昨天晚上又在一起 我要不亲自去看看 调查调查 我可不放心 韩秋风 请到十八号诊室就诊 张德超 请到二十一号 准时就诊 你哪儿不舒服 我呀 我 我那个昨天不小心 磕了一下胳膊肘 疼得厉害 请坐我看看 没有红疹和雨血 问题不大 这个医生 你年轻有为的 有女朋友了吗 有啊 等等 这儿还疼 真是可惜了 你看我有个朋友的孩子 这条件特别好 人长得漂亮 学历也高 我真想给你介绍 不用 谢谢 这样疼吗 不疼 不疼 疼 也要点疼 赵医生 你是本地人吗 阿姨啊 您问的这些问题 和您的病情都没有关系 还有 您这胳膊呢 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您要是实在觉得难受呢 可以去拍个片子看一下 不过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我认为您能够认识 就听您的 你看你这么年轻 就当了主任医师 这经验得多丰富啊 那个 你是一毕业 就在这家医院工作吗 是 所以呢 您尽管可以放心 您这个胳膊没有问题 我后面还有很多病人要看 您要是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 可以去 不费难药了 这个 用红花油每天早晚 各按摩一次 很快就好 谢谢啊 下一位 谢谢啊 谢谢啊 斯又别老婆 别老婆 好 好 竟然 呦 咱们 没老婆 咱们 听我说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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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独行 啊 我们 来 让我女儿做生意这么辛苦 当然得好好补养补养了 不愧是我女儿 生意做得聪明 看人眼光也准 什么意思啊 没那么意思啊 那个 以后你有空啊 多跟赵医生一块啊 你怎么知道赵医生 还准备殷勤 肯定有问题 没问题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好好喝汤啊 把这些都喝完 听话啊 好好工作 妈走了 妈 肯定有问题 肯定有问题 对了 今天有个女病人特别奇怪 她说她胳膊疼 我给她一检查吧 什么问题都没有 还问了我一对私人问题 什么女病人 想得跳漂亮 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怎么可能 一个中年阿姨吧 看样子有四五十岁了 你还别说 要不是她年纪足够大呀 我还真的以为 你还要不认识 要来了一个 跟你一模一样的胆肥的 那你阿姨 她都问你些什么了呀 问我 什么 老家是哪儿的呀 工作多久了 还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我说我有女朋友了 直接回绝了 这才算完 现在这些老阿姨 真太可怕了 什么都不知道 就要给别人当我命了 太吓人了 怎么了 我的话没那么好笑吗 也说那个阿姨呀 那是我妈 她就下午来我公司了 说是给我煲汤来 结果呢 整个人奇奇怪怪的 还说让我经常跟你在一起 我就知道这里面 肯定有问题 你们全家 是不是都不走寻常路啊 要见我直接跟你说 你说不就行了吗 那怎么着射进球员呢 她想见我还不乐意呢 我爸妈从小就学习成绩好的 喜欢读书读得好的 我这还没有介绍你们俩认识呢 她就给我折腾出这么多事来 我要是介绍你们俩认识了 还不知道怎么感受我呢 你应该不会是派你爸妈站在我这边吧 是 你看啊 一边是我这种优秀青年 一边是你这种不学无术之辈 谁看谁明白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赵鞋鞋 我告诉你 你要再说一次 我 懂吗 好了 好了 不逗你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什么时候见我爸妈啊 不过话说回来 说了不见吗 哎呀 这样子把父母拉扯进来可麻烦了 曲晓晓 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 这 开玩笑 我曲晓晓怕过谁呀 哼